哈喽大家好我是複蜂天乐昨天晚上就是在这个国道边睡觉的车的话也是冲了一晚上的电 然后看了一下数据是凝晨三点钟断的电 车的话已经冲满了接下来的话就可以出发了 正位的话也是开着我的三轮车出发了 这坡度的话还是有点大的 现在的话才六点多钟啊七点钟都没到 然后国道边的话已经有非常多的车了 在荷兰这边充电桩的话都是在县城的边上 然后镇的上包括这个乡下的话都是没有充电桩的 今天的话往那个省丘县里面出发 距离湖北的话还有300公里 大概10天左右吧就可以到达湖北了 看了一下今天的导航啊 顺着这个G220的这个国道的话一直 走下去的话就到这个目的地了 每天早上出发其实也有好处的 阳光还不强烈 这时候开车的话非常的舒服 稍微呢还有一点冷啊 到省丘县里面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这个 充电桩如果有的话 从网上得买几件衣服了 这段时间的话 好像有点小感冒啊 而且现在的早上跟晚上的话都是很凉快的 河南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了 没有什么山 路的话是比较平的 你像我车只能跑个50公里 要是有山的地方可能就30 可能就20 但是在这个地方的话能跑50多还是比较满意的 沈队这边的话好像还有这个高铁站 然后过了这个高铁站的话这边相当于进城了啊 可以看到这个楼房了 墨里地的话还有5公里 这边的楼房的话都是才盖的 还没卖出去呢 正在卖啊 一开始我以为就盖了几栋啊 没想到盖了一排啊 空气中有好多的灰尘啊 不知道是从哪来的 可能是刚才扫大街的吧 然后右边这一块有很多的停车位 树叶很高啊 要是那边不适合露营的话 咱们就到这边了 这地方还可以钓鱼 停一下看看吧 这地方的水比较绿啊 看起来也不生 水草也没有啊 原来是人家已经下游过了 不止一个人钓的 哎呦 一个人整了四个干 厉害了啊 上面还飘了一个死鱼呢 看了一下这个水质比较脏 很有可能排的是污水 然后 这个鱼钓了也不能吃 钓钓王万岛就行了 这边的这个柳树有点厉害了 你看它这个锤的 都快到地面了 车刚好是撞不着 那我估计也有人专门修剪的吧 像挂了一排排灯似的 太漂亮了 只是今天这个 雾霾的话 好像有点严重 而且这个光线的话很强 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美 下雨天的话看起来确定好看 充电桩的话 显示已经到了 但是我没有看到在哪里 这就弄的 有点小小的尴尬吧 右边 看到了右边的话就是那个 充电桩了 然后几个块的 两个块的 慢的话没人用啊 慢的话也在右边 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啊 你看对面快完工了 电梯的话还没拆 拆下来到时候就好了 你看这边这边这边 包括前面左边 一圈啊 全是刚盖好的 然后这个地方以后发展绝对是可以的 到这个周围来转一圈吧 前面三百多米的话有一个公共卫生间 然后再往右边走个200米左右的话 好像有一个美食一条街吧 反正我看见有不少吃的 什么黄梦鸡啊 什么熟食之类的啊 挺多的 所以说走一走吧 里面的话都是卖吃的 有蜜雪冰城 自助烤肉 啊右边这一排也是 什么刀削面呀 各种各样的吃的都有 还有什么张亮麻辣烫 然后你看黄梦鸡米饭 当当时我看就在这边 结果都在这边啊 然后很多的店铺的话都没开门 这回的话有点早才八点多钟啊 卫生间的话也是在这个 应该是美食街吧 在里面啊 地方的话是到了 很多店铺的话都没有开门啊 根本就没有营业 可能这边的生意不太好吧 现在回去点一下这个外卖吧 要不然这啥也吃不上了 前面的话还有9块9洗头呢 早知道这么便宜的话 当初昨天 就不到河里面洗了 就不到臭水沟里面洗了 这搞得我这个头很大呀 转了一圈啊 没啥吃的 买了一瓶水 喝了凉口之后啊 发现饱了 这家伙啊 好 要来睡一会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集再见